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各位同学您好 我是廖婷娟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上课咯 看到美国这次的暴力升息 联准会正式的宣布升息三马 虽然说符合市场的预期 但是年底前可能要再升五马 要尽快的压制住进40年高点的通膨怪兽 这打击到了市群球股市的士气 也让台股今天再度的上演股会双杀 不过今天杀低之后稍微有点逐步的拉高 是不是万四的防线有人在顾 那到联准会下一次11月再升息之前 这段空窗期搭上了是其中的选举行情 到底多方能不能喘一口气呢 选股又要怎么挑 比较不怕整体的盘面动荡呢 来问您请教到三位专家老师了 首先欢迎到是王兆丽 兆丽哥好 亭娟好 同学好 再欢迎到分析师连前文 阿门赛好 亭娟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再欢迎到是邓上尉 邓老师好 亭娟 同学们 大家午安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这次联准会下坏市场的 其实不是升息三马的决议 因为这早就被市场给预期到了 引起美国股市恐慌的 其实一张图就是联准会的这张点阵图了 这次的点阵图直接告诉市场 剩下的两次11月跟12月的会议 其中至少还有一次必须要升息三马 而且到2024年以前都不会再降息 那美元再冲台币暴贬 今天台积电又破底变成了外资体款机了 现在两大客户挥达跟超微来送暖 能给台积电指叠喘气的机会吗 这等等会请赵丽哥帮我们做解析了 还有看到北极星解盲成功 今天掌停高高挂 排队买单还超过了2.5万张 这次升级过的解盲热度 我们已经提早帮大家掌握到了 那么接下来升级了一多题材的车轮站 还会点火到谁来接棒呢 台湾先生谷月寒也提到 现在的生计族群除了相对抗跌 更重要的是有资金进来了 外资一捧股价热度会更高吗 等一下会有阿文塞来帮我们说分明 好 如果要找下半年订单最稳的题材 那当然就要看苹果库克 Tesla 马斯克这双克救生圈了 苹果iPhone14销售一支独秀 让Android阵营惨趴 电动车也被点名销售是成指数型的成长 那有稳荡荡的订单加持 苹果跟电动车 年底前都会是台股的双引擎吗 这等一下会由邓老师来帮我们筛选 挑豪果 继续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广告回来班号一支来上课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了 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时候到了联种会升息 还有接下来继续放鹰派的一个相关声浪 台北股市今天出现了大跌 盘中一度大跌273点 不过开低杀低之后 开始有些承接的买盘进来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要测万四 这个关卡是不是防守性还是相对的强 今天中场指数是下跌139点 收在14284点 今天的成交量 因为在沙盘的过程当中 量稍微放大一些些 来到2085亿 那今天比较贡献指数的 包含台达电 富邦金 世新 智邦等等 那台积电 联发科 这些比较是占全职的 今天还是成为沙盘重心 不过还好是台积电稍微拉尾盘 今天更弱的还有在航运族群 也是比较压盘的重心 不过今天台北股市拉了超过百点的下影线 我们看看我们的关金超盘手 阮金华说了 目前整体的恐慌气氛有在收敛 明天尽管会还有一个古期会议即将召开 大家都在等 有没有可能限空令将会寄出 这也是今天盘面当中 大家讨论热度比较高的一块 不过市场的恐慌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焦点了 因为我们最近不断的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联准会 这次升息三马板上钉钉 最关键是看它后面 它的谈话 会不会放出更鹰派 完全不松手的消息 果然市场担忧的情况出现了 这次让大家最害怕的 其实是这一张利率点阵图 它直接告诉你 未来的升息空间可能还超过五马 而且本来市场预期今年升差不多了 待到明年中是不是 联准会就会开始缩手 甚至有可能转为降息 结果现在再告诉大家 它会一路升到二三年底 代表明年底都不会来做降息的动作 这次的严打通膨 至少可能联准会的态度会比较鹰派 会持续到2025年 我就要请教赵力哥来帮我们看一下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市场恐慌情绪就是 我看不到联准会到底什么时候 要松手的迹象 会继续打压市场信心吗 对 没错 你看美股的部分 其实也在今天 尤其在费的两点 台湾的新低运的两点之后 你可以看到原本指数都涨了 突然之间先杀后拉 然后尾盘再杀 你可以发现 其实我觉得这在反映什么 第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本来就预期升三马 这个没有太多的问题 问题来了 就是对于未来这一波段的 利率的高点的部分 其实原本市场预期大概4.25到4.5 那现在大概多一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未来升息的空间 原本认为是四马 那现在变成五马 那这个还不是很重要 假如你多一马 我觉得其实还不是很重要 那重要的是 大家认为 它明年基本上来讲 完全不会降息 那除非要通膨 要比如说长期的通膨 来到2%的一个水准 那有可能 或者看到通膨 真的大幅的下降 它才有可能出现所谓降息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发现 大家就会担心什么 其实昨天的尾盘的沙盘 我觉得大家就是担心 未来的景气 有可能又会大幅的趋缓 甚至于衰退 因为你看到美国的公债 殖利率的部分 其实在今天的抽盘 两年期啦 三月的 那个都出现大幅的升值 往上升 可是10年期公债 它反而是小幅的往下跌 那整个利差 它又扩大 你知道吗 就变倒挂状况 越严重 所以它显示出来的 就是未来经济 大家真的会怕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导致成 今天的一个美股的一个沙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不是跌废半 废半跌幅相对上来讲 不到1% 可是你看倒球 它就跌了大概1.8%的水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地方大概是反映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上一页的部分 好 那你看一下 揪手小孩回到台股的部分 当然现在新台币还是续扁啦 你要看到新台币真的走稳 那大家才会真的比较有信心 假如真的新台币 还是呈现弱势的话 那当然大家还是会怕啦 那另外一个 目前的市场信心 当然还是脆弱的啦 那当然它说 恐慌气氛有在收敛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限空令假设出来 只是让人家觉得说 金管会好像有在做事 可是你说限空令有没有用 其实真的不太有用 因为现在的重点 不是在大家在放空 现在的重点是 大家不敢买股票 就是量 对 你看量就知道 对 就是空单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当然有些个股 它卷值比较高 可是重点是 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太敢买股票 因为你买了之后 两三天 又有利空 又有什么 一下子总金的利空 经济数据的利空 一下财报的利空 一下产业的利空 所以大家真的没什么信心好 那我们回归到技术面来讲 其实我觉得 当然今天有扩量 拉出比较长的一个下引线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多方一定要在三到五天之内 赶快回补这个缺口 至少你要 多方要表态 假如说你真的三到五天之内 没有办法回补这个缺口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 往下回测 这一波段的低点的机会 就会拉高 那那时候其实说真的 你要去把股市再救起来 相对难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那就短线上而言 极短线上而言 其实急跌之后 确实有机会反弹 那就看反弹能不能把这个缺口 来进行完全的一个回补 好 当然 刚刚赵丽哥还提到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大盘信心回稳的关键 就是让台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 不要继续再重扁的一个态势 因为现在这个原因是美元实在太强了 昨天看到美元冲到111 再创下了是20年来的一个高点 所以现在我们的央行也看不下去了 要出手组扁 它现在组了一个所谓的手绘国家队 它推出的一个办法 就是要让寿险汇回海外的一个资席 也就是你这些资金赶快返乡来吧 看看能不能抵消到 热钱出走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当然了 因为台币在扁 外资在汇出 最大提款机是谁 还是看台积电了 其实台积电基本面的一个累多消息 还是持续偏展望看好的 你看到包含了两大客户 超维跟辉达都来送暖 辉达的新产品 现在舍弃了三星 改采台积电4奈米 其实这个订单可以助攻 它整体先进制成的接单 包含了在接下来10月份 而且这也是大事情 这个超维直营长苏之锋 要来台故装 外界就猜了 你为什么会来台湾呢 会不会是亲自要去访问台积电 谈三奈米 两奈米的规划 会这样子来跟工艺链固装 但可能还会谈到 就是大家最关心订单的一个部分 所以教理你帮大家看一下 其实因为台积电 问题其实不在于它的前景 而在于它一直被外资给做砍出 所以大家都在问我买台积电 其实我是买它的奖望啊 我什么时候买的一个位置 会是相对安全的 对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部分 你看一下其实台积电 还是在破底 那我想大概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外资真的持续卖 那你只要新台币 真的像最近还是一样 这么大的贬值的一个幅度 说真的外资基本上来讲 还是卖超台股 我想那卖超台股 当然权重最大的台积电 筹码就会更加的凌乱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的台积电 说真的就产业上来讲 它基本上都是正面居多 你不管是比如说 像刚刚所提到的 回答的部分要下单 那只是重点来了 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 全球的展望有疑虑 就是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 其实它很难说真的 就是说大家就会怕 你知道吗 那假如就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台积电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在修正 很多的各电子族群当中 在修正 族群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尤其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往往台积电 是最后落地的 就基本面而言 它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来讲的话 其实它还没有破地 可是很多的股票 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它都已经跌破 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当然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观察 所谓的一个外资的一个卖草 就是新台币的部分 你要加以观察 那这些的利多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你短时间 你不要太在意 你不要看到这些利多 因为最近都很多利多 你不要看到这个利多 又下去又加 就冲进去 我觉得不要 因为这么大型的一个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它真的要反转 基本面的部分 也必须有反转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的 在所谓的一个显卡的一个部分 来做观察 你看一下 其实当然显卡的部分 你像2376的 所谓的一个气价的部分 股价相 你把它还原全值 因为这个是除息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股价来讲的话 这一阵子真的涨得算蛮强 那今天股票也拉起来 可是你下面放投信 投信的部分 其实之前也都是以买超为主 我们看一下 投信的部分 你看一下 投信其实在之前来讲 是呈现比较买超 可是最近来讲 有在卖超 连二卖了 2377的微星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 对 你看一下 投信之前都在买 可是 最近 真的在卖 所以我的意思说 像这种股票来讲 当然短线上 它有一些的 比如说像EVCA退出 所谓的一个 显卡的一个部门 可是重点来了 这些股票 因为NVPC 真的还是不好 那比特币等等这些 还是会有一些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这些股票 其实你假如要买的话 你应该是要等待 真的再拉回 等到你看到投信 不卖的时候 因为这种股票 搞不好会形成 投信的一个结账的 一个提款期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除了看台铁电 相同的供应链之外 其实另外 在半导体族群当中 大家还会关注 另外一个就是 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有时候 双方关系紧绷 在各出招的时候 其实它会牵动 很多供应链 接下来的一个布局 今天讲到说 美国肯定要封杀大陆 念的龙头 让台场警戒 大家直接联想到 受害的就是跟 长江存储 有业务往来的 像群联威刚 那反过来 有没有受惠的相关指标呢 如果大陆还是想要做 晶片自主化的话 对 没错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群联威刚等等 这一些 说真的 股价来讲 其实最近也蛮弱的 你看8299的群联 股价来讲 还是呈现破底 因为现在你从 所谓的一个 美光的一个部分的 展望来看的话 其实对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展望相对上来讲 真的都不是太好 现货价的部分 也还是在跌 有可能要等到一段时间 明年第一季 或许有机会来出现落底 可是你看 对这个来讲是利空 可是对这个IP的族群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正面 你看3443的一个创意的部分 其实它的一个股价 其实往往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当大家就会开始说 会转单的部分 对这些IP的股票 你看3443的一个创意 因为最近投信 但你可以发现 最近投信都在买超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你看它的一个形态来讲 应该是有机会过高 假如大盘是相对 不要说连续性的重作 这种股票有机会过高 那有机会过高的话 你比如说像3661的 4000KY的部分 其实股价也蛮强的 最近IP的部分 好 那这些股票强的话 看能不能带动 其他的IC设计类股 有一些跌生的 我觉得或许也有一些的机会的 是 好 那这边还有包含像 创意诗星KY M3 金星科 应该都是在接下来盘面当中 大家必须要特别 再关注到部分 主要的指标就是以创意为主 我想它假如可以攻的话 那其他的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都有机会来呈现 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 好 那我们另外也帮大家看一下 其实除了在最近的IP股 获得了这投信近期的 一个琢磨跟注意之外 其实现在我们也帮大家抓住了 这个电动车的产业后市 其实还是前景非常的明朗化的 女股神她说了 现在电动车的销售 不是直线型成长 它是指数型的成长 所以这个指数型的成长 翻倍的一个数量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今天就算大盘 蛮恐慌的 可是其实车用包含了电池这块领域 还不错耶 对 其实我觉得电动车的部分 它也是进行一个轮动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电池相关的股票表现 相对上来讲比较强 因为黎矿又是创下新高的一个水准 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讲这一波段以来 你比如说像镍 你比如说像石油 天然气 其实都出现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 可是黎矿的部分 相对上来讲又创新高 所以代表 因为整个电动车 未来的产业的趋势它是对的 好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所以假如说以电池来讲的话 当然在所谓的原料的部分来讲 有美奇马 康普 利凱 那你看一下5227的利凱KY 利凱KY的股价 其实说真的5227利凱KY 今天就直接亮灯 展开一板锁到底了 对 可是我讲真的 因为这种股票 说真的上半年负2.98 大家比较不敢买 美股禁止13.19 大家也真的比较不敢买 所以你假如操作各种股票 基本上来讲大家也现行操作为主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 大概还是以美奇马或者是康普 这些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名门正派的 这些股票我觉得就应该是有机会 来呈现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 好 除了看产业之外 其实现在盘比较震荡的同时 大家来找 有没有获利比较稳健 或是股价波动 比较没有洗刷震荡这么大的 今天赵力哥要带我们看营造股吗 对 营造股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前几天跟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像9933的中顶的部分 其实这种股票投信最近在买 那这种股票其实它的一个股价 你可以看到 几乎呈现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 因为它也有做所谓的 炼油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留意 因为今天云大头库的部分 针对营造股的部分 后市的看法相对上来讲比较乐观 另外就是在亚翔的部分 6139的一个亚翔的部分 其实这几档股票你可以发现 它们的现行大概都是震荡走高 蛮稳的 我觉得这种只要等盘是 还是一样这么震荡的话 我觉得这一些本益比跟股价静止比 相对上来讲真的不是太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资金 来进行流露的 好 非常谢谢赵力哥 今天我们在帮大家特别掌握了 包含了在整体的半导体族群 车用族群 还有现在盘面比较震荡的一个时候 如果大家想求稳的话 有部分的营造股 其实都是呈现稳步上攻 也是投资人可以特别来进行 关注到的方向 如果想要进步的留意到 相关的产业面的焦点 还有更多的一些衍生个股观察 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扫描 我们电视画面当中 叫力哥的QR Code 加入这个LINE群组 跟我们老师发个贴图 想要询问更多有关产业面 还有个股的一个提问 都可以在群组当中 跟我们赵力哥来进行互动了 好 另外我们等一下 去帮大家做关心的是 这一波帮大家特别注意到的是 生技股的一个热度 今天在盘面当中 也在持续加温 因为北极新的新药 解盲成功用 也带动的是生技股的 整体热度再被点火 解盲的车轮战 下一棒到底轮到谁 整体的族群 接下来轮动往上的态势 还可以做进步的期待吗 点下回来为你提交阿文赛咯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咯 在今天盘面当中盘前 因为连准会伸斜动上 整个大盘风声赫裂的同时 新药的北极新 它的解盲成功 成为了是在盘面当中的 一盏明灯咯 我们看一下呢 其实包含了台湾先生 他同时也是宽量国际的策略长 谷月涵 其实他讲到说 现在台股投资有新的三部曲 他说现在的盘面 其实大家要注意到几个迹象 第一个你可能要耐心的等待 不用太过悲观 虽然经济有衰退风险 但股市已经领先反应了 他提醒大家留一些新经济的题材 软提拉资料还有AI 还有一个重点 他其实现在看好的是生技新药 获利有出现了逐渐实现的状况 也代表从美国股市当中 看到很多的资金都在注意到 生技股 接下来不是只有一个题材 一个梦想 而是已经进入到了 是在获利的一个基本面了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 跟阿维森讨论到的 我们不断好几天都在追踪北极星 还有带动出来一些新药 解盲药症等等的题材 今天北极星真的是 挂在天边的一颗明灯 它的致癌新药解盲成功 明年会升起药症 下半年还要立平美国市场 那我这边就要请讲 我们再帮我们看一下了 因为北极星今天就直接掌停高挂 排队排了2.5万张 大家是可以去挂挂看 可是要追的一个空间 大概不太大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接下来北极星带动起来的药症 解盲这样一个轮掌轮动 接棒效应 还有谁可以注意 对 北极星解盲成功的话 一开盘就涨停板 市值就冲到1600亿 易德在解盲成功之后的话 就拿到药症 连涨两次停板 其实第三天也是涨 合一的话拿到药症的话 是连涨五六天 但是他第十天打开 所以原则上我是觉得说 这个北极星还有空间 这个北极星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真的 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 对了就要去拼了 其实北极星在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为什么那个正文的董事长 陈宏文要介入 因为他的爸爸得到所谓的肝癌 去看中医看什么的话 都是没有治疗好 而且越来越严重 后来就是去北极星拿了一个药去注射 结果他那个所谓的胎儿蛋白指数 刚才那个是看一个胎儿蛋白指数 本来是2万1 指数是2万1 就打了之后 三个月变成88 那最后变成1 这是算米粒是奇迹 所以这个陈宏文的话就记录北极星 其实这家公司很好 都进入北极星 那进入之后的话 2019年为了所谓的10亿的贷款 很烦恼 后来就跟宋汉的所谓的董事长 陈宴哲聊天 聊一聊陈宴哲拿1亿美金给他 那就救了他 想到那个时候为了10亿的贷款 伤透脑筋 现在的市值是1600亿 这就是对了就去做了就对了 最后的话 这个所谓的代谢疗法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成功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间 为什么我们都要谈所谓的生计股 也有很多人说说 生计股比起来没太多 要不要太多 为什么一个市值1600亿 一个市值的话 可能1700亿1800亿 重点的话就说 因为很多东西的话是 拿到药证之后 而后的一个空间 因为两个都是一线用药 最近的所谓的生计股涨的话 其实跟一直有一些利多有关系 益德拿到所谓的药证 宝瑞的子宫是拿到 胃食道逆流的药证 所以都使得它的股价往上拉伸 今天美食的话是 它有一个伙伴 两个伙伴 这个伙伴是个比利时的大厂 是一个病药 拿到台湾跟香港的药证 变成这个美食的话 就有一个经销商 美食其实它的重磅的话 一开始的话是戒毒饮药 戒毒饮药的话 利润的话是37% 也算很高 这么高 现在这一个所谓的重磅 是9月份戒毒 所谓的血癌药 血癌药的话 它的毛利率 一般估计最低有47% 所以营业利率有47% 最高可能到75% 所以为什么生计股好传 就是说其实它利润率非常非常高 它不仅仅有毒饮的药 有所谓的病药 它也有减肥药 那也有所谓的这个戒毒饮的药 所以它药种很多 所以它现在合作了很多药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更规报告 他找这个来那个就翁芝曼 这个跟挺确一样 是都是美女局的 这一个的话效果就不要 它这个爱挤的话 所以原则上的话也是大局 在推这个所谓的病药 原则上我是觉得说 这个生计股的话就是一波接一波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还有一些新题材 还可以掌握 对 今天有一个消息 这个永鑫他也有一个消息 就是他跟一个建议 开始做一个ADC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第一个讲重点的话是 因为这个ADC 在2026年之前 它的销售额是200亿 很大 我们刚才讲北极金通过 这个所谓的肺皮皮肌癌药的话 市场是6亿美金 这个200亿美金 2019年到2022年 年负成长率是在37.8 那什么叫ADC 所以我们用一个假设 病人这么多 对 结果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医生一开普拉腾 每个人都去吃普拉腾 也就是说假设这边有100个病人 普拉腾给你们吃 大家就吃普拉腾 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体质 完全不一样 ADC它的重点的话 它是去测试一个所谓的病人的代谢能力 如果你今天吃一个药 药是有毒的 你有疗效那就好 看能不能把一些毒素把它排除出去 至少把这个病把它弄掉 但是有可能你拿这个普拉腾给他吃 他是白吃药的 因为没有毒性也没有效 也就是说对待他来讲完全没有用 所以这一颗药根本不适合这个病人 所谓的ADC的话就是在测试这个人 适不适合这个药你要不要吃 这样的话才是有用 像这个的话就是有毒性但没效 我吃了 我吃了完全你的症状都没有改善 你一直吃 一直吃 你其实在吃毒药 你自己在吃毒药 这个就不适合你 有的是怎样 虽然这个没有毒 但是它有效 就回家休息就好了 其实不用吃药 回家休息个五天六天 然后多喝水 多喝水就好了 其实不一定要吃药 所以这所谓的ADC 它的重点的话是病人这么多 过去的医生的话 普拉腾开 你感冒 普拉腾开 你感冒 每一个都吃普拉腾 但是每一个人的症状就不一样 ADC的话是不是一体试用 按照每一个人的特性的话 来做一个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ADC的话 这个所谓的永新的话 负责药物的设计自成开发 另外这家公司的话 主要是做合情设计 就是小分子药的开发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是未来很必然的一个东西 所以精准治疗法的话 未来的空间很大 也就是正常细胞跟癌细胞的 把它去查它的一个差异性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来做一个治疗 这个就是一个抗体跟药物复合物 这叫ADC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是今天永新跟静怡的一个新闻 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是美食的一个新闻 所以你可以发现生技股的新闻 是越来越多 紧接着的话很多都要解盲 像我们看4162的所谓的治疾 治疾的话也在第四季 可能4162 4162 治疾的话也要解盲 它可能本来是二线用药 它现在解盲有可能被一线用药 因为它现在跟对照族比较的话 是很好 就等解盲 如果一线用药跟二线用药就差20倍 空间就说为什么这类型股要 微拉上去 有些在所谓的第四季 相继要解盲 有机位的话 我们再一个一个跟各位做解释 就是说像共性 像中育 很多要第四季解盲的东西的话 是不是对生技股有些影响 都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就刚刚文塞所提到的 生技解盲的热度 不断的还在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到第四季期看起来相关的一个 新闻热度都在 是不是还是信了更多的资金 往这块地方来做找寻新的商机 新的机会 这些相关的一些重点 我们帮大家用很简单的方式 告诉大家来做了解 其实最近生技股的强势 大家也认为说是一个 所谓的资金避风港 那我要进步地请教阿文塞了 其实说到资金避风港 还有很多也是往车用题材去 在很多现在的手机 消费电子 前景不明朗的时候 反正车用这块 大家还是看最稳 对 这段时间我们都有谈电动车 我们是认为大陆今年的新的 这成长一倍 去年大概296辆 今年600万辆 成长一倍 所以其实电动车的话 像这个所谓的特斯拉 从2万辆 7万辆 到了第四季是8万2千辆 它的一个所谓的去年的话 大概是85万辆 今年的话是140万辆 所以其实电动车 在第四季的话是大幅的成长 今天的话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研究报告的话 它大概是这样讲 它说半导体这几年成长 但是会开始走平 其实一般来讲是今年本来 半导体的成长率预估是15% 是 最近一直降 降 降 所以现在可能只有7% 所以整体的半导体的话 是将在降 明年半导体成长率多少 可能是负5 所以负5 变负5 所以变成说半导体的成长率 我实际是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我们把这个图弄 对 你可以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一个 是车用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这车用部分 它是继续在成长 就是新的燕車还在成长 电动车还在成长 比亚迪还在成长 特斯拉还是在成长 所以你可以发现大陆 今年是6%量 就是比去年大概成长一倍 相对的现在会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这个就是说 因为你锂电池的需求越来越强 但是最近碳酸铃的价格暴涨 涨了很多 因为主要是铃 有时候我们过去在探讨铃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就是说 是不是在南美洲 铃礦是不是在南美洲 或者是不是印尼 我们会想这些地区 其实这个铃礦 有三分之一的加工是在四川 所以变成说当地的话地震 当地的话 因为水的所谓的灾情 所以之前的话很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可以发现碳酸铃 还有氧化酸铃的库存大度的减少 所以现在的需求比 供应量的话增加4% 所以变成就是说 电动车材料的部分 铃电池材料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试况其实也是相当紧俏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做一个探讨 好 所以我们先要帮大家从产业面 衍生到个股做观察了 因为今天大盘当然是比较正当一点点 但是哪些是接下来盘面当中 大家可以做留意 其他产业比较没有疑虑的 大家可以掌握呢 没有 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有些题材的话 值得我们去做一个观察 比如说这个正文 但是今天正文是开高走低 它是握有北极境3.5张 3.5张如果北极境一直涨一直涨 它越化就会有些收益 以前展场也有一些的话就是 因为母亲以子为贵 孩子的话很争气的话 妈妈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恩惠 不过今天是开高走低 我刚才讲到这个所谓台办的部分 讲到所谓电动车的部分 车用半老体的话 台办是股价比较有支撑 我是2.5的台办 我们看K线图的一个部分 它的股价相对的话 比所谓的高科技电子股那种 一直破底 一直破底的话好很多 美其马的话 我们来看碳酸里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下一页 涨到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长… 涨到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油价 铜价都在跌 就里价还在涨 这是8月17号 这是大概是9月17号 就一个月的时间的话 从这个地方的话 涨到这个地方 这个大概的话是4万6千块 涨到这个地方 这个快5万块的 所以变成它的涨幅很大 是不是相关族群 果类的 黎的相关族群的话 硫酸液 硫酸里 这类型族群 就美其马康部这边 或许也值得给个观察 那金星科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 好 你可以发现的话就是 过去我们说车用开始用RISC-5 然后低轨道卫星用RISC-5 欧洲的卫星用RISC-5 中国大陆的CPU 开始用RISC-5 是 苹果 苹果用那个 驚死人了 也就是说苹果用 那停车也说 英特尔也要跟他合作 听说英特尔是跟他对手 英特尔是X86 他是RISC-5两个是对手 想不到会合作 这个是非以所思 那也就表示说 这个英特尔认为复杂了 他的处理简单他没办法 那就给RISC-5 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市场 所以他跟他合作 也想去拿一些市场回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苹果可以用RISC-5的话 那RISC-5也会很惊人 因为苹果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客户 是 好 今天阿文三 从很多产业面当中的 一个深入找寻亮点 帮大家找到了 在接下来 不管是第四季 甚至是比较长线看多的 一些明星产业 现在会不会是盘面当中的 资金避风港 或者是我们现在选股 抓对了产业站对边 就比较不用怕整体大环境 给大家的担忧呢 如果想对产业面 再深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欢迎大家可以扫描 我们画面当中 我阿文三的QR Code的群组 加入到这个LINE群组当中 如果对相关的一个产业 而且有不太了解的地方 或是想要做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都可以在群组当中 发个贴图给我们阿文三 打个招呼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 继续告诉大家 其实在下半点 我们不断告诉大家 苹果车店的双箭头 似乎是盘面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题材面 现在在大盘比较震荡的同时 我们再搭配法人买卖超 是可以找到盘面里 比较守稳 不怕大盘震的标的呢 等一下回来 为您请教邓老师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了 当大盘现在 阴风阵阵的同时 其实市场都在找 我现在手中的持股 哪些我可以判断是 进可攻 退可守的标的 如果它的产业趋势持续往上 而且我的订单能监督 也可以甚至看到 年底甚至明年 我是不是抱着 比较不用担心 大盘的震荡呢 我们这段时间 不断跟老师讨论到 现在就是看 苹果跟电动车 似乎到年底前 都会是大盘 还有台股的双引擎了 我们先看这两大块的新闻 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女股神武德说 现在电动车销售是指数型的成长 未来五年的成长幅度是六倍 达到4500万辆 这比业界预期的高出一倍以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包含很多电动车的题材 不管是离电值得在长 带动的是电池材料表现不错 未来很多的政策指标 似乎在电动车的益柱下 都是非常大的 另外就是在手机这一块了 大家要站队阵营 站队边 最近的Android手机阵营第三季 看起来真的是啪啪雄 库存很高 买气很惨 唯独苹果的iPhone14 Pro 真的是销售一支独秀 所以邓老师来帮大家看一下 其实从新闻面当中 我们就要来检视了 我们手中的持股清单 到底哪些真的是所谓 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呢 好的 我想不管是瓶盖还是车电 到第四季是没问题 包括到未来 像电动车都已经讲未来五年了 可是现在难的地方就在于你的股票 因为电动车一挂好几十档 瓶盖股一挂也好几十档 你要怎么选 这就是我提到说 你要选的股票 第一个先看基期 如果基期高 你当然要小心为什么 因为现在离九月底 剩没有几个交易日 人家会结账 你怕的是结账 你就会套到相对高档 第二是看本益比 那看本益比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说 我这支股票是不是股价委屈了 如果产业没有问题 也说我瓶盖没有问题 我电动车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的股价还很委屈 那当然就值得做一个长线布局 另外就是法人买不买 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最近各位看到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这几天 除了今天例外有2000亿 那么这几天的量都好少 然后四成以上都是当冲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根本不敢摆隔夜 当天就把它玩掉了 那筹码就很乱 因为是等FED的升息 好 昨天升三马出来了 市场的解读又说 因为紧缩会一直延续 到2023年都不会降息 不可能再降息 所以大家都怕了 中期率调到4.6% 未来11月可能3马 12月可能2马 好 就吓坏一堆人了 好 可是在这样的盘式 是不是经得起考验 就看你的股票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字卡各位 这几天我就在讲 我说如果从基奇来看 大力光要当股王 我昨天还在讲 今天他是股王了 他已经姓华了 又超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基奇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看 股票不是看一天的 那同样的道理 每一天都不同的涨停板 你要去追他的人 那你自己手脚要快 但是如果你是保守稳健的 同学们 你应该要找 我买得很安心 而且大盘怎么震 你不会影响 所以你看到什么 大力光也涨 玉金光也涨 金像店联市涨 今天开盘气氛这么差 讲到金像店 我们来看一下金像店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在礼拜一 礼拜一减资的时候是这样 也是带上一些 可是我说这个根本不用怕 它会过92 过了嘛 今天来95了 连涨4天 然后我说它减资只有一成 减资只有一成 最重要是法人一直站在卖方 而且连续买4个月 也就是说在减资之前 我就一直买它了 而且是买了第4个月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一档股票可以让法人买4个月 难道它只为了做短线行情吗 当然不是嘛 好 那我们看2603的长龙 你就发觉它哪里不一样 除了我告诉各位说 因为它减资6成 所以有很大很大的缺口跳空 所以你任何指标都会交叉往上 没错吧 可是我讲什么MACD 一个是在零轴之下的交叉 金像店是在零轴之上的交叉 所以一个叫做跌升反弹 一个是因为减资很大 所以你发现从礼拜一 它的副牌参稿价187就开始跌了 连跌4天 金像连跌连涨4天 基本上它就是要做一个修正 做一个修正 基期跟法人买卖超 特别重要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今天这个起基 特别 为什么会跟各位来讲起基 就是说起基之党股票 它今天很漂亮 是突破一个长期的紧线 所以要注意在凭盖股的起基 有在动了 包括我们讲的美率也是 这些都是法人站在买方 然后车店股各位可以发觉到 这些股票根本都不会死 它就轮来轮去 虽然今天立凯涨停板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推荐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还在赔钱 当然你短线 你抢到短线就恭喜你 我们还是希望同学们是以稳定 买得安心可以睡得着觉 然后还可以未来赚一个大的波段行情 所以每一天我们会更新 会update 这个操作建议特别重要 好 可以在今天盘面当中 其实邓老师要提醒大家 如果不想要在盘面当中 冲来冲去的 是不是哪些比较稳健型的个股操作 我们这边都会每天更新 相当个股的一个资料 不管是操作建议也好 我们怎么去帮大家找 机器比较低又有法人在买的 是可以给大家比较稳健型操作的 一些方向思考了 如果到处的人想要找到 更多一些相关的个股讯息 如果想要做进步的了解 还有想要进步的更了解以后 它的操作有什么重点要做观察的 欢迎大家可以扫描 我们电视画面当中 邓老师的QR Code 加入到邓老师的群组 手中的个股 它是不是稳健型的 现在是不是不用怕 相关的一些操作 都可以在群组当中 跟老师我们来进行互动讨论了 好 那我要请到邓老师 接我们先从屏盖链来看 大力光又回到谷王 机器蛮高的 接下来能继续是他的 平盖链的精神领袖吗 当然会 因为我们提到说 iPhone 14 Pro的整个集单 追单 当然会对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都会有益助 直接营收就会益助9月 10月 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说 大力光基本上它就是 要当谷王比姓王来好 因为它机器够低 然后你看这个KD也是刚交叉 有没有 KD 28 22 才刚从第一档穿越过去 MACD也刚交叉 DIF也是慢慢的在油黑翻红 已经翻红了嘛 翻红了第二个月 所以它基本上就告诉说 我到第四季 我的方向往上是不会变的 最大压力是在这里 就这一根 长黑K 2500才是它第四季最大的压力 所以法人看 2500我觉得是OK的 也就是说你在1900以下布局 第一个阶段先看2200 但是这不是一两天 你一记 用一记的看法 如果说买得起大力光的人 我相信他们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价格 如果1900来买 2200跑一趟也有300块 对吧 你不用每天冲来冲去 好 我们看郁金光 从838这样跌下来之后 到330就直稳了 你发觉说它KD是在地档加 和MACD慢慢熟练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 郁金光其实还蛮不错 只要跌破400块 或400块附近买 你不会赔钱 可是也没有马上就动 你要看五字头还没那么快 就是关键在这个收链还不够 对 所以但是第四季就有机会 因为现在是9月 接下来10月 11月 机会就大了 尤其在11月应该就是 这个整个收链DF会黑翻红 所以以14天的推估 那郁金光要看500块的价格 大概会落在11月份 就是以时间来推估 所以我们做股票 有时候学技术分析师要推 未来 未来一周 未来一个月 甚至未来一季 什么股票会涨 那你就会利用跌的时候来买 跌的时候大家害怕 你反而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会滴滴的接 因为你知道未来几个月的方向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看金像电 为什么 我说金像电跟长龙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 它的EPS获利开始往上走 是 再来就是长龙 明后年的EPS开始往下掉 对 掉得还蛮快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法人 你看 法人连买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我们这是给大家看月K 对 拉长先看 那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月K 就是说 你看如果法人连买四个月 你可不可以去推估说 一 二 三 四 它从这里开始买 对不对 然后减之一成 所以它的成本基本上 都是在80块以上 有没有 都在80块以上 对 那80块以上它减之一成 它的整个复牌的参考价是875 是 你就发觉 它根本就跌不下来 它就开始一直往上 为什么 我买这么多个月 我不会只为了赚一天的行情 是 然后再来 我看到明年它会赚11块 那我们讲过本益比 对 十倍够低吧 如果给它十倍 明年给它十倍要110 我给它十倍今年 好 9.48 来了没 来了 你看今年已经来到95了 95了 95了 所以差异性就在这里 对 那说法人有没有买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法人没有买 你会发觉再好的题材 它就不会动 对 比如说台积电 是 再好的题材 法人不买 当题管机 你就无可奈何 你懂吗 你就只能抱在那个地方摸 对 你就只能等它翻多 同样道理我们看 起机 我说为什么很重要 起机这里的最高点 今天突破了 这里的最高点它已经突破了 你看很清楚 突破了 然后你看 它这个KED是在50 我说过50以上的加价是很强 多头的强势 然后MACD你看 DF已经放大了 有没有 然后连买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也是连买四个月 所以导致于今天去突破这个颈线 那当然突破这个颈线代表什么 未来长线的格局 它就是要去挑战三位数码 所以你说DF它一定有机会 因为从形态学 从技术指标 从法人连买四个月 你就会发觉到 为什么 这些股票会涨 因为法人买了很多 它不是只做一天 你现在看是月线 是我连买四个月 这个就是我们找安全的标的 你可以很安心地报 第四季 第四季有三个月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会很安全的 好 再来你看美绿 美绿各位会觉得说 最近它好像很牛 可是你发觉到 它在做一个底部的翻墙 是很漂亮的 尤其说这个地方 法人买了几个月 七个月 七个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月 它就是在这边 滴滴的慢慢买 一直买 那你可以完全算 算七根K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在这里开始买 是 在这里买的时候 是在八十块以上 对不对 跌到六十六块九 为什么它不会怕 它继续买 是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法人 买了这么多个月 如果它跌下来 你反而更敢接 因为你可能买比法人便宜 差别在哪里 因为法人买股票 或做波段会 一段时间 对 我们买股票 一通电话 或电脑打一打 一次就买完 是 就是你可以吃 法人豆腐的地方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宣德 法人是连三买 那你发觉 它连三买 这三根K线 不就在这里吗 对 就一路往上垫 这就是它吃货区而已 是 所以这个才刚开始 所以任何的拉回 就是可以早买一点 好 我们再看核大 核大连六买 连六买 你回1 2 3 4 5 6 它从这一根开始买 也就是80块这边开始买 是 买到576它还是买 继续买 所以如果当时你有看这个筹码 你就知道 它80块买 70块买 一直买 买到576 那如果说你减到60块 你根本就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它买在80块买 买得比法人还天一呢 那你看 现在不是上到90几的吗 是 就到90几的 还没有走完 买六个月 不会只为了做 一个礼拜的行情 所以祭底 作账它一定有份 再来你看同志 同志连买两个月 你会发觉到 它就是买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行情才刚开始 那同志 我昨天也告诉过 它的机器是低的 比胡连来的还低 所以要选同志 然后再来建林更厉害了 买八个月 这是月K 连八买 连八买 就是在吃货 这八根这里都在吃货 所以任何的拉魂 你要去看长远一点 我觉得这三位处 应该第四季是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再来你看自身科 法人也是 买三个月 然后休息一个月 又买回来 又转回来 又买回来 那你看它插在这里 MACD的柱状体 DIF即将 应该下个月就会翻红 所以发动点会是 下个月开始动 下个月一动 那么就会去挑战215 那你刚好利用 这几天滴滴的接 喜欢做自身科的 而且基本面 电动车题材 它是基本面的错 是 所以其实 今天我们看到邓老师 给大家找的 就是包含了它有基本面 又有法人的筹码 是去布局很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反而像今天的电池 一下冲高 老师反而会建议 那个都是当冲 隔日冲的标题 因为有时候这个像第一台 都冲起来马上当冲